我发现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我的粉丝他的摆盘技术居然比我还要强 我欧皇小王子还有什么颜面 存活在这世上 再见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哈喽大家好我是哲学 即泡面炒饭之后呢 网上又出现一款非常火的薯片炒饭 正当我准备做这个薯片炒饭的时候呢 有一位小伙伴跟我说 欧皇小王子榴莲炒饭很好吃都可以尝试一下 我用我聪明的小脑瓜稍微想了一下 你这 不就是让我在家里面炒香吗 但是我很喜欢 也许这就是大人们常说的臭味相头吧 所以今天呢 我准备把这两款炒饭都给它做一下 看看究竟是哪一款会更加好吃一些 不得不说这榴莲是真的贵 158呀 做之前呢 我们先把榴莲肉和薯片处理一下 榴莲给它捏成泥 备用 这个已经非常熟了 很好捏 嗯 薯片呢 也给它捏碎 哇哦 捏薯片好有感觉啊 呵呵呵 好舒服 其实像这些炒饭的做法呢 也没有太丝饭 就随便你自己做 想咋咋咋做 都可以 就比如说我做蛋炒饭的时候呢 就喜欢先炒米饭 然后呢 再把蛋液浇在米饭上给它炒干 其实啊薯片炒饭 就跟正常炒饭的做法是差不多的 就只是在出锅之前呢 撒上一些薯片 随便翻炒一下 OK 薯片炒饭的这样做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做榴莲炒饭 做之前呢 记得关门关窗 不然邻居肯定以为你在炒香 油烧热之后呢 我们加入榴莲 给它炒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到那股 特别香的味道 就榴莲的味儿 我的天 加热之后愈发的浓烈了 就爱在烤 好在味儿 炒香之后我们加入米饭 给它翻炒均匀 再加点油 我们来炒个蛋 我估计这个榴莲炒饭 它压根就炒不干 它只能是黏糊糊的 因为里面有榴莲的果肉 来点玉米 胡萝卜丁 胡椒粉 再撒点盐 OK就这样吧 出锅 OK两款炒饭都已经做好了 现在呢我们就来比一比 看看到底哪一款会更好吃一些 首先味道上来说 这个榴莲炒饭呢 完胜薯片炒饭 哦这个香味特别浓郁 相信你们呢 隔的屏幕都能闻得到 但是如果你只看的话 就看不出来这个榴莲炒饭里面居然还有榴莲 就跟这个薯片炒饭一样 如果我不在上面摆几个薯片 你们谁会知道它是薯片炒饭 嗯 因为我用的是这种黄瓜味的薯片 所以吃起来呢有一股黄瓜的青椒 确实还蛮好吃的嘛 就跟上次那个泡面的一样 你用什么口味的泡面 用什么口味的薯片 做出来的炒饭的味儿都是不一样的 非常的神奇 嗯 我觉得它最棒的不是味道 而是口感 薯片放在里面之后呢 它吃起来有点脆脆的那种感觉 增加了脆感 而那些米饭的都是比较软的 双重口感 特别棒 再尝尝这个榴莲的 这玩意真的是香中带臭 臭中带香 越闻越上头 水爽臭爽臭的那种 就不像臭腕子那种单纯的臭 哇 为什么我在这放了一会儿之后 它变得非常结实 全部给它粘住了 一整块的这是 吃在嘴里面还粘乎乎的 我天啊 榴莲的果肉含量非常高 它整个吃起来就是个甜的 甜的蛋炒饭 我还是头一次吃 怎么形容呢 我并不觉得它难吃 我就是感觉啊 甜味的炒饭挺奇怪的 我没有感觉这个榴莲味 特别违和 没有 感觉还蛮有意思的 你每嚼一口 就感觉整个口香里面 都充满了一股香味 浓郁的果香 我怎么吃了吃了 有一种吃榴莲千层蛋糕的感觉 真的挺香的 鸡蛋的味道已经完全被它给掩盖了 这全是这个榴莲的味儿 没有一丝其他的调味料的味道 如果有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呢 我觉得这份炒饭非常适合你 但是对于那些不爱吃榴莲的朋友来说 我这个炒饭呀 就跟厨房里面的干水桶里面的干水 没有任何的区别 甚至还没有干水香 虽然很好吃 但是我感觉这个榴莲炒饭吃起来太腻了 比单纯吃炒饭要腻得多 回过头来我们再尝尝这个薯片 此次就感觉这个薯片炒饭的味道 格外的清新了 不妨我们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吃 一个清新一个浓郁 哎呦不说 这样就没那么腻了 OK吃了差不多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至于它们两个哪个好吃呢 这可怎么评啊 各有千秋 我就感觉啊 喜欢吃榴莲的朋友肯定会觉得 榴莲天下无敌 榴莲味的最好吃 喜欢吃薯片的朋友肯定会说 薯片天下无敌 薯片最好吃 然而我两样我都喜欢吃 你说我怎么办 反正就是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呢 我推荐你榴莲炒饭 喜欢吃薯片的朋友呢 我推荐你吃薯片炒饭 两样都挺好吃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尝试一下 好的那我们今天视频呢 先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呢 可以找来播 顺便呢 别忘了你跟住 有逼的小伙伴呢 可以投一下 素质三连 感谢大家的吃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